诸葛亮这恶心呢 就比吃个苍蝇都难受 本来打的是大胜仗 结果呢 是转胜为败 就好像做买卖的 赚了七千万 乐得屁颠屁颠的 正美着呢 嘎巴一下 又赔了八千九百万 你这事给谁 他也不痛快呀 因此上怒吓一声 就把王平换入了大仗 这王平啊 吓得都堆位了 哭通一声跪倒在地 丞相 丞相您就治我的罪吧 王平啊 我让你跟马肃一起去守接亭 让你给出主意 你出的什么主意啊 他在山上扎营 那是死地 你为什么不说话 你哑巴了不成 哎哟 我的丞相啊 您可别说我哑巴了 您这么说话 不尊重残疾人 我不是不言语 再三再四 把他劝左左右右 他全不听啊 非得说他那套理论是对的 说是治之死地而后生 死地他是治了 可是没生了 把街亭就给丢了 丞相啊 说一千到一万 我也是没理 您想怎么治罪 就怎么治罪吧 我不是故意的 嗯 孔明啊 真是气坏了 喝令一声 腿疗下去 喝 王平心说 我以为完毒的了呢 没想到捡条命 一脑袋冷汗 浑身直哆嗦 他退到一边 哆嗦去了 诸葛亮又吩咐一声 马肃进账 再看马又长 残透了 自己拿绳子 把自己给捆上了 连滚带爬 一行鼻涕 两行眼泪 倒在了账前 诸葛亮平时跟他说话呀 那是要多和气 有多和气 今天可不一样了 眼睛瞪得溜圆 用手点指 马肃 马肃啊 嘿嘿 马肃 你自幼是保读兵书 深谙战法 而且我呢 再三再四 叮嘱于你 那接停是咱们的根本 你拿全家性命担保啊 非要零辞重任 你要是听了王平的话 就没有今天之货了 现在让你给整成 这个倒霉德行 你说 我应该怎么办吧 我只能按军法从事 来人哪 把马肃推辽出去 人头砍下 哎呀 丞相啊 我知道我错了 以前的时候 丞相视我如子 我是丞相如父 现在我犯的是死罪 您杀我呀 我是心服口服 我就有一点要求 愿丞相 有顺地 急滚用语之意 我虽死 无恨于九泉了 说完了 痛哭嚎啕 连鼻涕带眼泪 是稀了哗啦的 这马肃说了 顺地 急滚用语之意 这怎么回事呢 这是上古年间的 这么一段典故 说的是 姚顺宇那年头 这个 羽王的父亲呢 叫做滚 他在顺地手下称臣 负责治理水患 但是滚他治水不力呀 结果是红魔泛滥 淹死了好多好多人 顺地一怒之下 把滚就给杀了 而后呢 又用滚的儿子 这个羽去治水 羽的水平比他爸爸可高 用疏导的办法 把水患全都治理好了 明镖青史是万古溜芳 马肃说这典故 就是恳求诸葛亮 能够善待他马肃的子孙 说实话 这诸葛亮也是够伤心的 眼泪围着眼圈直打穴 这鼻子都酸了 悠长啊 你就是我的兄弟 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 你放心大胆的你就死去吧 你死之后 我一定照顾你的家小 来呀 推出去杀 左右推出马肃 倒在了原文之外 刚要砍脑袋 这事也是巧了 参军讲碗有点外头进来 他呀 是有点成都来到此处 一看喝啊 刽子手要杀马肃 他可着了急了 大喊一声 刀下留人 等于说呀 在刽子手这地方 按了一下暂停键 然后风似风火似火跑到大帐里头 面见诸葛亮 呃 丞相啊 您怎么要杀马肃啊 马肃是咱们属中智谋之臣 而且跟您感情是太好 太好了 您把他当成接班人那么培养 现在怎么能杀呢 您肯定值得那么句话 叫做处杀德臣而文公喜 讲碗求情 求得挺有水平啊 他说了 处杀德臣而文公喜 成德臣那是楚国的大将 带领着楚兵是大战晋国 结果啊 打了败仗了 回国之后就被迫自杀 那么晋文公听说这消息之后 那简直的高兴坏了 认为楚国以后再没有大将了 再跟他们交锋的时候 必能权胜 这就叫处杀德臣文公喜 那言外之意 您诸葛丞相 把马肃给杀了 斩杀咱们自己的榜币 就曹瑞那一帮 司马懿那一伙 肯定乐得屁颠屁颠的 您这是胳膊肘望外拐 吊炮望里奏 帮敌人干活呢 诸葛亮这眼泪都流下来了 说想当初我孙无子 之所以能够制胜于天下 就因为他法度严明 现在四方纷争 兵阁方使 若负费法 何以逃贼呀 必须得斩呢 这只手带袍袖一眼脸面 别让大家伙看见自己 痛哭流涕的样子 这只手这么轻轻一摆 杀 这回呀下了死命令了 外边三声追魂炮响 咔嚓一下 这马素是人头落地 不大会儿的功夫 武士把马素的手机 陷于阶下 孔明一看 马又长这脑袋呀 哇一声 他哭出来了 再想掩饰已经不成了 蒋婉在旁边还问呢 呃 丞相啊 现在又常得罪 济正军法 丞相为什么又要痛哭呢 哎 我呀 不是枯马素 我是想起先帝在白帝城 脱姑的事了 先帝那会儿就跟我说 说这马素言过其实不可大用 可我呢 就当成了耳边风 认为先帝呀 处于弥留之际 他是瞎说的 可是现在完全都验证了 我现在深恨自己不明 追思先帝之言 故此痛哭难止 大小将士一听啊 全都流了眼泪了 马素死那年是三十九岁 渐兴六年下五月 后人有事探之曰 尸首皆听 罪不清 探街马素 网谈兵 原门斩首严军法 事类游司 先帝明 诸葛亮斩杀马素之后 又吩咐一声 把他这脑袋呀 用线给缝到尸体上头 让他唠个全尸啊 然后装在棺木当中 诸葛亮自己动手写了一篇记文 给这马素开了追悼会 将马素的家小又家义的抚恤 是碎公柴月公米 争取把他子女都抚育成人 诸葛亮又写了一篇文章 什么文章啊 自贬书 也就是辞职报告啊 派人就给送到成都去了 右主刘善打开 这么一看呢 哎呦 坏了 丞相怎么要辞职啊 他要是不干了 那谁也干不了啊 这不行 不行不行 朕不能准本 这时候旁边有一位 势中废医 陛下呀 臣文治国者 必以奉法为重 法若不行 何以服人呢 丞相他 的的确确打了败仗了 自行贬将 正其一也 啊 那 那我怎么办呢 您呢 您应该准本 得降他的官职 哎呀 那好吧 我传职 当时后主 把旨意就传下来了 扁孔明 为右将军 哎 行成相事 照旧啊 是总督军马 表面上降了官职了 实际上跟以前 是一样一样的 从这开始 诸葛亮就留在汉中了 他是西军爱民 立兵讲武 制造工程度水之器 聚集粮草 预备战法 以图厚用 您别忘了 现在是三国纷争啊 蜀国这头 稍微的平静一点 魏国和东吴 又打了一仗 魏国大都督是曹修 东吴大都督是陆逊呢 两军在石亭 一场决战 结果这曹修打了败仗了 落花流水 望风而逃 手下军队呢 也是王八吃西瓜 滚的滚 爬的爬 等败回洛阳之后 这曹修我太伤心了 又是气又是闷 又是不服 结果得了一场大病 后背上有一个大窗 还迸发了 结果含恨而死啊 魏国这小皇帝叫曹锐 哭得也是一把鼻涕 两把眼泪的 吩咐一声 把这曹修厚葬 就这个消息 搜一下 就传到了蜀国 诸葛亮可乐坏了 哎呀 机不可视 是时不再来 魏国不是打了败仗了吗 我就应该让他雪上加霜 我就应该给他火上浇油 尤其现在 我是兵强马壮 粮草丰足 所用之物 一切完备 正应该二次出师 再罚中原呢 诸葛亮挺高兴 就在亭前摆下聊酒宴 跟文武群臣一边喝 一边商量这个再出兵的事 可喝着喝着 猛然间刮起一阵大风来 只吹得飞沙走石 嘎巴一声 亭前有一棵大松树 得有碗口粗细 是拦腰吹断 哎呀 大家伙都吓一跳 就连孔明都感觉到吃惊 古人都迷信 认为发生这种情况 这是不祥之兆 要说这事啊 也是寸劲 巧了 尤打外头哭着 就进来俩人 都是头顶麻官 身披重笑 倒在酒席宴间 哭通通跪倒 在地成像 我父亲昨夜三更 是病中而死啊 大家伙一听 哦 这二位他爸爸死了 那么这二位是谁呢 在场人可全都认识 这二位是亲哥俩 哥哥叫赵统 弟弟叫做赵广 他们的父亲 当然也姓赵了 正是赵云 赵子龙 孔明听到这消息 他浑身上下之哆嗦呀 啪叉一声 酒杯掉在地上 摔得是粉碎 哎呀 子龙身故 国家损一栋两屋 取一帮壁呀 众将啊 跟着一块也都哭了 各位 现在咱们说到赵云之死 这地方就得多说两句了 首先得弄明白一个问题 就是赵子龙活了多大岁数 这个问题呀 历史诗载 咱们只知道赵云死那年 是公元229年 那么具体哪年出生的 查遍所有资料 没有人知道 只能是推算一下 根据一些诗词歌赋 根据赵云所作所为 这么一算计 估计这位老将军 活到了72岁 要是虚岁呢 就是73 正活到坎上 7384 阎王不叫自己去 关于这赵云是怎么死的 三国志也好 三国演义也好 记载的比较简单 就是岁数大了 他病死的 但是在民间传说里头 却有一段呢 比较有意思的说法 说这赵云呢 他死不了 就是活个300年500年的 也是他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天上的 一条御龙转世 这条龙啊 是长寿龙 所以说赵子龙的寿命 应该是无限延长 但有一点 这条御龙啊 不能受伤 只要是肉皮这么一破 他当时就死 所以说赵子龙 极无精沙场 打了那么多的仗 光是用亮银枪 扑扑的捅别人 捅了无数的窟窿 可是自己身上 连一丁丁点伤疤都没有 名副其实的长盛将军 到了晚年了 赵云跟他老伴就聊天 老头子还显示呢 老婆子 你看看 我浑身上下 这皮肤多完整 一点伤都不带有的 赵云他媳妇不服 说老伴 你躺到床上 我今天呢 我掌起灯来 我从头到脚 从脚到头 我检查六万多遍 肯定能查出伤痕来 你还跟我抬杠 认为我这长盛将军 是假冒伪劣的 这么办吧 我就躺到这 你就随便看 到明天早晨 你告诉我 我哪地方有伤 说完了 老头子呀 把衣服一脱 光当 躺床上 可就睡着了 赵云他媳妇 也是真爱较劲 就长着灯呢 就从头到脚的 就看呢 哎呦 还真好 真好啊 我这老伴 确实活得比较完整 一丁丁点疤痕都没有 哎呀 老太太一琢磨 我们老两口啊 平时喜欢开玩笑 干脆今天晚上 我也逗他一逗吧 我就拿过一根针来 我扑 我扎他一窟窿 这窟窿不大 流血不多 就是打个哈哈 凑个趣儿 明天早晨 我就拿这窟窿 拿这点血 我说事 您看这老太太 多有意思啊 真就拿过一根银针来 还削了削毒 就在赵云赵子龙 这大腿上头 扑 就扎了这么一下 流出啊 有那么一丁丁点血 马上就结了夹了 哎呦 行喽 明天早晨 老头子醒过来呀 我就让他看看自己大腿 为什么有伤 你为什么吹大牛 这就是老两口啊 打个哈哈 凑个圈 老太太乐乐呵呵 躺一边 她也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 老太太起来了 哎呦 我老头子 快起来 我有话跟你说 我问的你呀 必是哑口无言 我说快起来吧 哎 老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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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老 啊 再看赵云赵子龙 已经与世长辞 因为这条玉龙啊 他不能够受伤 老太太开玩笑的 这一针 哎 把赵云给扎死了 那位说了 有这个事吗 哎 咱们不是说书讲故事吗 我就这么一说 您就这么一听 哎 认真呢 您就输了 要说赵云这一辈子 可不容易呀 在战场上是屡见其功 尤其是处逆境而不惊 处变乱而不惧 大闹长板坡 啊 结江旧阿斗 乔摆空盈记 银枪锁无虎 多的能耐呀 在三国这套书里头 他的本事啊 仅次于吕布吕奉仙 一吕二兆三点威嘛 很多人就想不通 哎 替赵云鸣不平 这么大的本事 为什么不重用呢 想当初守荆州的时候 派的是关羽 关云长 为什么不派赵子龙 实际上派不了他 哎 因为他呀 帅才有所不足 这一辈子 光是替别人打了 给别人当保镖了 自己独当一面的时候啊 几乎是没有 跟他一比较 五虎上将 关张赵马皇 那四位 可就不一样了 关羽 能够独立的主持 荆州战局 张飞在入川的时候 汉中大战 张和的时候 也是独当一面 马超在西凉 那多的能耐呀 差点把曹操打死 曹梦德亲口说的 说马超小而不死 我死无藏身之地 这就是哀叹 还有黄中黄汉生 在定军山 也是歼灭了曹操的精锐兵团 而且刀斩夏侯渊 可是赵云跟他们都不一样 不能够正儿八经的 独自同兵 所以当初守荆州啊 刘备和诸葛亮都发愁 派谁呀 只能派关羽 关云长 赵云不能考虑 他没有帅才 张飞更不行了 竟喝酒啊 黄汉生 岁数太大 派魏严 脑后有反骨 派马超也是不可能 那会儿马超啊 还没归降刘备呢 所以扒了来 扒了去 扒了去 扒了来 就把关羽 关云长给选出来了 他的能力和水平呢 肯定是扒了尖的 尽管说赵云没有帅才 可那也了不起呀 历史上 忠 仁 志 勇 都占权了的人 并不多见 然而赵云 赵子龙 就是这么一位 他是一位完美的英雄 现在老将军谢幕了 后人有诗 赞之曰 常山有虎将 智勇 匹关张 汉水功勋在 当阳 兴自张 两藩 服幼主 一念 达先皇 轻史 书中列 应留 百事方 优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